我说句实话,是他追的我 当时我就不愿意嘛,我就有点不愿意嘛 我就学磕巴,我就让他不相弄吧 后来他就相弄了 我越学,一到会儿就板不过来了 磕巴就作成了 你知道我用啥嫁给你吗? 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吗? 让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俩恋爱也非常的艰辛 我是追的刘能,这不假 我非常喜欢他 我们俩从小一起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我真的很爱他 有一天呢,喝完地回来 我就等着在书里,等着他这心里话 等着他,我就跟他表白了我的心 你还能想起了吗? 我想起了当时,你说十句的时候 我连两句都没说完 小心吧 还原,还原,还原一下 刚出那情影啊 我说刘能,我很喜欢你,你咋说的 我说,看我行吗?我这说话可...把...把...把...的 每个人爱一个人,他有什么缺点,他都可以包容,可以原谅 爱一个人,你爱他的全部 对,以后我们俩能走到一起的话 无论你有多艰辛,多困难 我们俩都会一起走过去我们的一生 嗯 刘能,你...你骑我吧,好吗? 他一真心,他打动了我,柯巴这... 我们俩就... 来个拥抱,当时就抱着 后来我们要一起生活了,谢谢大家 谢谢 刘能介绍的挺详细,听得挺清楚啊 刘能确实原来长得真漂亮 刘能确实原来长得真漂亮 他说的,最大小姑娘很多 还曾经有20个小姑娘哭着离开她的 哎呦,这都是真事啊 是吗? 你这钱包丢了,能不哭吗? 你说的 接下来是应该我们向阳山的传题人物 嗯 赵四大虾 来,掌声一起 好年轻 好年轻 这个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哎,就年轻的时候就戴这绿色的帽子嘛 嗯 这也是,那是后配 那是一直留着做纪念 没说的,冷 人都讲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哎,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那个,我们这故事还是别说了 哈哈哈哈 我奶奶就不说了 哎呀,你让我说说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就是了 对啊,对啊 对啊 男奶奶,别说 别人都说了 说吧,问题上 不好吃 别说了啊 不是啊,问题上 我为什么我当时我嘴一歪一歪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因为当时你 嗯 当时我说 就用去他吗 亲外的 啊 没事,那才我没样子去你 哈哈哈哈 那怎么回事 当时每次没样子去,要去还坏了呢 亲一下怎么回事 那不是人 后来我输了 完了我娶着他 哈哈哈哈 怎么输你娶着呢 不是,你啥意思啊 定起来就那么定的 说谁输谁娶他呢 那是吧 哈哈哈哈 那不是人啊,不是买这个 当时我那时候回头绿也是刷刷的 我到时候 刷刷啥呀 那时候你不,你不,你不,你不有病吗 那时候,走口子 练剂还咋的 在走这个病 行啊 有病是不是 有这个线索啊 那咱们就按照这一处往下演好不好 二位给我们还原一下 当时怎么回事 哎呀,他的病是邪恶的 来,掌声鼓励一下 我那天我心都消灶了 那天没事,我就得大到六 潮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喂 喂 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有事 快看看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你下来啊 你看我像不像紫薇呀 哈哈哈哈 喂喂 你不拉倒,你吓我一跳 还紫薇 我冲你像紫花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已经是我像嘛 问题我不会巴虾 因为啥 你长得不像紫薇 哎呀,像紫薇 像紫薇 就像紫薇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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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好吧 嗯,海珊 嗯 你还说了四哥对我好 四哥 啊 你娶我呗 不是 你不是,我这么帅,小伙,我不能娶你 因为啥,你不是有毛病吗 哎呀,我有啥毛病 我老聪明了 那什么你不穿过厕所吗 那现在我问你 一加一 这一加一得及 你知道吗 等一三 我跟你说 我这位 我这位娶不着媳婶 我也不能娶你 你知道吗 妈呀 你还不能娶我 我告诉你赵四 你看看我 我将来我就让你娶我 你别来臭美的 我跟你说 今晚我跟你说 决斗 我还不一定输 我跟你说 不一定输 我看着我的实力是表样的 后来我输了 后来 哎呀你打的呀 我这回知道了 为什么资格娶自嫂 啥呀 为民除害呀 这是 我好了 他嘴歪了 我不愿意他 我对嘴干歪了 完他也好了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 山寨版的 聊斋 哎呀 哎这个朋友 你也有事要问了 我想了 搞呢 你 没有没有 突然发现 哇原来当年的四哥 那么帅呀 帅来了 这潮人一个呀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来形容就是 不要迷恋四哥 四哥就是个传说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强烈建议啊 本山老师就拍一个 乡作爱情的前传 把村里这些 父辈们的爱情呢 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好主意 也在前传里边解释一下 这乡三里边的这个角色 怎么变成这样的 下边呢我要刨根了 这根我要刨给 张老前辈 你脸怎么了 就是你这角色 张老前辈是咋 创造出来的呢 这个当时人家是 这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回事呢 过年年还在聊台春晚呢 我已经宣布了 反正你不也承认了吗 我那是属于 我这个所有的绝招来源于动物 对不对 最后我贵贵结底 我不是也属于是 人类的好朋友吗 对 你那个街舞教授那个授 哪个授啊 哪个授 因为我那教授的授 是是是那个 是那个 琴授那个 来好看视频 分享美好 看见世界